大家好 在更換前傳動組 普利珠跟鴨板滑筷那一片裡面 我有提到說 我是因為 騎乘上覺得 有異常 我才做更換的 那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說 傳動組不是拆下來才會發現有損壞嗎 其實不一定喔 如果你騎車的時候 稍微細心一點 你會發覺車子都會有一些 很細微的改變 然後 以傳動系統來講好了 我是有發覺到說 我必須油門加更多一點 才能達到應該有的速度 其實基本上 蘇克達的變速系統 它就是CVT 就是無段變速 當你覺得 你在騎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會有類似 鈍的感覺 就是換檔的感覺 那個多半都是傳動系統 開始有問題了 那像我在 換普利珠那一篇裡面 我有聊到 我是發覺說 我必須用更高的轉速 加更多的油門 才能 達到之前 該有的速度 再加上 在騎車過程中 會覺得它有一點類似 換檔的感覺 所以我才更換 那今天我們就是來聊 如何在平時的使用車輛的過程中 去得知 你的傳動系統是否有問題 像前傳動系統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前 我先解釋一下 以摩托車的CVT 變速系統來講好了 基本上引擎發動以後 普利珠它 在未達到該有的轉速的時候 普利珠是在中間 在這中間 六顆都在中間 當你的轉速開始拉高的時候 離心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普利珠會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往外伸展 然後進而把普利盤 跟楓葉盤 開始夾 它會去推普利盤 把普利盤推出來 前面的皮帶就跟著撐開 然後前面的皮帶撐開以後 勢必導致後面這邊 後面的皮帶 的開壁盤 的皮帶會慢慢的往內鎖小 這就是它變速的原理 就跟腳踏車一樣 前面齒盤小 後面齒盤大 那就是速度慢 但是當前面的 齒盤變大的時候 後面齒盤變小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因為前傳動組 我們分前後 前傳動組的 可能會有的感覺 我在換普利盤那一篇 我就有講到 剛剛我也稍微有講到 那今天就是比較 著重於後面這邊 那剛剛講到 帶動的關係 問題是 當你以前的轉速 沒有達到 啟動 就是開始咬合的 那個轉速之前 基本上後傳動組 都是在空轉的狀態下 這個俗稱碗弓 然後裡面這邊 是它的 可以理解為離合器 離合器提片 然後小彈簧 在你轉速位達到 既定的轉速的時候 它整個後面是在空轉的 你發動以後 你會發現 因為 土地盤 開閉盤 皮帶 這個都在轉動 但是這個就沒有轉動 那是因為 離心力 還沒達到 小彈簧 釋放的程度 所以提片 還沒有跟 跟那個 網弓 咬合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 視作為是空檔 那當 轉速達到 小彈簧 釋放的 轉速的時候 提片會 開始 撐開 它會去搖合 管弓 然後整個帶動 整個 傳動組 跟著轉動 速度就開始出 車就會開始動 那 如果是後傳動組 出問題的話 多半都是 以後傳動組 來講好了 裡面最關鍵的是 兩個彈簧 一個是 小彈簧 小彈簧 它的作用是 拉 拉住 提片 讓它在轉速 達到之前 它是縮的 它不會去 咬住 這個網弓 那裡面這邊 會有一條 大彈簧 裡面 裡面那個藍色的 就是大彈簧 那大彈簧的用意就是 它必須去壓住 開壁板 它會把它壓回去 就像前面 前面 前傳動組 因為 捕迪珠的往外甩 它會導致 皮帶 前面開始變大 然後後面就是 會慢慢縮小 但是當轉速下降以後 前傳動組 它並沒有那個 那個 裝置 可以把捕迪珠 往內推 所以就是靠 後面的大彈簧 它會去推壓 推擠 開壁盤 讓開壁盤 合起來 然後進而導致前面的 普利珠 往內縮 就形成現在這個 小尺盤 大尺盤 這個樣子 那 剛剛講到這邊以後 當 小彈簧釋放以後 提片咬住網弓 然後進而帶動 整個傳動組開始作動 如果是這邊出問題的話 我剛剛講到 小彈簧是負責拉 它要拉住提片 然後大彈簧是負責推 去擠 它會去擠壓這個東西 如果後面出問題的話 最明顯的感覺就是 你會發現你的車子 如果有轉速表的話 可能你在 你油門 引行轉速達到 我們假設好了 你達到2500轉 你車子它會開始動 但是當你發現 你的車子在 2500轉以內 就開始動了 那就代表的 最直接的感覺 就是 可能是彈簧 不管是小彈簧 或大彈簧 它已經開始疲乏了 其實前後 前後傳動組 它的反應 剛好是相反 如果是前傳動組 出問題 比如說 菩提書好 因為前面傳動 多半就是 只有菩提書 如果是前傳動組 出問題 它的狀況 多半都是 你必須轉速拉高 才會得到 該有的速度 或者說 你必須轉速拉高 拉得比以前高 車子才會開始動 如果是後傳動組 出問題 你會發現 你的轉速 會比以前低 我們都以2500轉來講好了 正常你的車子 在2500轉 車子才會開始動 如果前面傳動組 出問題 最直接的感覺就是 你必須超過2500轉 車子才會開始動 如果是後傳動組 出問題 你會發現 你的車子 在2500轉以內 車子就開始動 那就是因為 後面的彈簧 不管是小彈簧 或大彈簧 疲乏了 像大彈簧 它如果彈簧 疲乏的話 前面就不需要 那麼高的轉速 它就能把彈簧 承開 其實 大彈簧的衰退 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反而是小彈簧的衰退 會比較 因為 我剛剛有講 我們可以把 裡面這個提片 碗弓 跟小彈簧 視作為是離合器 當小彈簧 開始疲乏的時候 它不需要那麼高的轉速 它就會 把提片甩出來 因為它拉不住提片 所以 當你轉速 不用那麼高的時候 不用達到2500轉 它就已經把提片放出來 然後放出來以後 是不是就整個車子就開始動了 這個是小彈簧的感覺 但是如果提片出問題的話 提片磨飽了或幹什麼 它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它可能會有打滑的現象 你會覺得 車子要動不動那種感覺 就是因為提片太薄 或者說 碗弓 裡面的那個 摩擦面 比較差了 都會有這種感覺 如果提片故障 最明顯就是 你會發 你會覺得 車子有點在 感覺 你油門在加 轉速有上去 但是速度起來的比較慢 這種感覺是比較偏向於 外面這一塊 提片 然後小彈簧跟碗弓 比較屬於這一邊 那如果是大彈簧出問題的話 一樣 它也是 不用達到那麼高的轉速 它車子就會開始動 因為 剛剛有講 大彈簧是負責推 如果它彈性疲乏以後 它 推不住 前面的轉速的話 它很容易就會開始 往外推 車子就開始在變速 反而說 如果是 大彈簧如果 開始彈性疲乏的話 你一般來說 最明顯的感覺就是 你的車子很快 會比較沒有力 因為畢竟 後面的開閉盤 它必須靠前面的 它的甩開與否 去帶動它 雖然前面 不需要這麼大的力量 因為如果 大彈簧彈性疲乏的話 前面 它就不需要甩得這麼用 因為這個有點像扭力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負重的話 你再重的話 你會發現你在加速會比較慢 整個加速過程中 會比較慢 而且會比較沒有力 這個多半座是大彈簧出問題 大彈簧彈性疲乏 然後就是 你會發現 因為 當我們起一起回油門以後 是不是這邊的轉速變慢 開始降低 它降低以後 你會發現 你的速度慢下來的時候 因為畢竟 怎麼說 當轉速下降以後 小彈簧 甩不出去的時候 它就會把提片鎖回來 它就沒有咬住這個碗弓 那這個時候就是變成空檔 你會發現 你的空檔 來得很慢 其實以後傳動組來講 嗯 基本上 只要小彈簧出問題 大彈簧的表現就會跟著不太一樣 譬如說 以大彈簧來講好了 大彈簧 剛剛有講嘛 大彈簧是負責開壁盤 它的開盒 我們可以視作為是換檔 譬如說 如果我們把它換成 把它化成它的 開盒的寬度 我們把它分為五等份好了 那它等於就是五個檔位 那當大彈簧如果出問題的話 開始彈性疲乏的話 你會發現 你很快就一二三四五 五個檔就打完了 那 如果 會開手排車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你在 速度跟轉速 都稍微達到換檔的 最佳時機的時候 你把它打到高檔位 你就會覺得車子很沒有力 因為 講白了就是 前傳統主跟後開壁盤 它有換檔 跟扭力的關聯存在 如果後面的大彈簧 開始彈性筆法 開壁盤很容易就承開的話 就會變成說 譬如說你可能在三檔 你該打三檔的時候 你卻打開始 你卻已經把它打到四檔或五檔 最後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車子如果有 會比較沒有力 因為 畢竟說實在的話 動力來自於前傳統主 後面是負責 像這個是離合器 我們把它比喻為離合器 那後面就是在換檔機構 當引擎轉速 還沒辦法讓你打到那麼高檔位的時候 你後面就打到四檔五檔 車子如果以手排車來講的話 車子就會變得很沒有力 甚至可能因為轉速越高 扭力就會越低 那這個時候就會變成說 你會覺得車子會 加速會變慢 簡單來講 就是如果大彈簧 開始彈性筆法的話 你就會變成說 你是換檔很快 你的速度跟轉速 還沒有達到要換檔的程度的時候 你的變速箱 就是後轉動系統 就已經打到 打到了更高速檔位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 車子會很難騎 就是 那種感覺可能有點類似 像在打滑的感覺 就是 轉速有上去 但是 你油門加下去 但是速度起不來 所以說 最直觀的感覺就是 如果是 前傳動主出問題 多半來說 就是 你的轉速會拉的比較高 車子才會開始動 那如果是後傳動主的問題 就是 轉速 不用拉到那麼高 車子就會動 這是最簡單的分辨方式 那實際上 你如果去判斷是哪個東西出問題 還是必須靠更細部的感覺 去判斷 一般來說 如果小彈簧跟大彈簧 如果 只是正常用車的話 他使用的壽命都會很長 可能很多老一輩在騎車 慢慢騎的那一種 他可能騎到車子報廢 他的大小彈簧 根本就都沒有換過 反倒是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可能 常常 瞬間大油門 或者說 長時間的 高速行駛 這比較容易造成 大小彈簧的彈性疲乏 那基本上 如何從騎乘感覺去判斷是 傳動系統的哪個部位的 衰退損壞 大概的解說就到這邊 因為這個 說實際的話 很難去形容那種感覺 那 比較簡單的分辨方式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實際上 壞了什麼東西 還是必須等你先 拆下來 一個一個去觀察 你才能知道大概是什麼東西 損壞 好啦 那今天這個 傳動系統的故障 徵兆 的解說 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拜拜